近日,董捷因出演电视剧《如意传》中的《妇产皇后》热度大增。 网络上,一组她早年罕见旧照曝光,照片中的董捷清新脱俗,十分动人。 最近,董捷参演的《如意传》正在热播,但董捷清纯某女郎的形象屡受质疑。 8月31日,因为潘月明前经纪人,圈内金牌制作人陈芷熙一次在朋友圈撕董捷。 看上去是白莲花,实际是毒蘑菇,顶顶爷爷病老不让孩子去看,还说没义务。 董捷和潘月明当初是娱乐圈最被看好的金童玉女,然而这婚姻仅仅维持了不到四年时间,就以董捷和王大志当街拥吻事件告终。 除此之外,董捷的育儿理念也十分惹争议。 董捷带着儿子上亲子类节目后,在摄像机面前直言,每天要亲鼎鼎100次,更是称恋爱中的女人是这样。 不仅如此,董捷还身穿婚纱和鼎鼎拍摄亲吻照,还喜欢让鼎鼎扮作老公的身份。 有一次在节目中,鼎鼎的注意力被摄像机吸引,因为失去了儿子的关注,董捷当场哭了。 鼎鼎赶紧过来安慰董捷,嘴里还说小宝宝乖,爸爸爱你。 这种教育理念,让不少的网友觉得董捷是心理变态。